大家好,欢迎收看都网时事 我是李斯 和大家看下6月3日的重点新闻 先看下本地消息 政府批准5间巴士公司加价 加幅是介乎3.9%至7% 今个月18日起实施 到时大部分路线加5毫至1元港元 云书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今早在电台节目说 巴士公司在第五波疫情期间 提出加价申请 加价幅度大 在考虑社会復常之后的全面数据 巴士乘客量在去年年底回升 平衡巴士公司财政可持续性 以及市民负担之后 批准经调整后的加幅 又说会积极同巴士公司研究 非票无收入 包括车站增设集运储存柜 以及将巴士车厂的充电装置 开放使用等等 有舆论认为 港府本来应该是做好把关的角色 其在民生角度尽量压缩加福 但是事与愿违 自回归以来至今 只要交通机构提出加价 港府几乎都是无条件答应 被人的感觉 是认为加价1元几毫 没什么大不了 没想过这1元几毫 对基层来说 已经是百常加价 转体下 金砖五国外交高层 星期四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会议 呼吁重新平衡世界秩序 并讨论寻找美元的替代货币 算是与西方大国抗衡的红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沙特亚拉伯、伊朗以及 西亚联邮等等的产油国 可能加入金砖 亦有消息指 委内瑞拉、亚根廷、 亚尔及利亚 亦已提出正式申请 中国副外长马焦旭 在记者会上形容 金砖集团具有包容性 与一些国家的小圈子 形成斯明对比 相信该集团的国大 将会对各成员国有利 有学者分析指出 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和南非组成的金砖 一度被视为是 不同新兴经济体的松散结盟 北京近年来不断推动 令到金砖国家更加团结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莫斯科亦提供了额外的团结推动力 中国目前尋求通过 金砖扩大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 明显有与西方互别苗头的意味 但中国和同为金砖成员国的印度 双边关系目前跌落低高 将会是金砖成败的关键 目前中印高度紧张 可能会令到金砖国家 整合利益面临困难 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如果和中国关系全面恶化 有可能会退出所有这些 由中国牵头唱到的国际合作框架 影响金砖国家的团结 转看下日本少子化的问题严峻 当局视育婴政策为重中之重 为了解决生育率持续下跌的问题 首相岸田文雄决定 撥款3万5千亿日元 来推动生育政策 他表示日本年轻人口锐减 这一笔历利最高的财政预算 将会用在育婴津贴和保育措施 当局表示 政府不会上调消费税来支撞这些措施 也没有考虑其他加税的措施 政府会在年底前 考虑落实财政改革的具体细节 并将会创建一个新的框架 以确保稳定的资金来源 日本人舆论就指出 岸田政府增加军费 已经引起民众关注 钱从何来 生育预算倍增 将会令到这个争议盛运 为了大选 岸田现阶段不会大谈加税 但过了选举就很难说了 今集的东网时事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见